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蕭玉倫 我是健康生活促進工芯 港安醫院註冊的營養師 我亦是世界衛生組織 健康促進醫院的統籌專員 可以叫我蕭Sir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 叫做宣簡平衡與健康 其實我過往在美國 在香港工作了很多年 在美國有七年的經驗 面對很多不同的病人 大多數都有肥胖 美國超過百分之五十都有肥胖症 而引致很多慢性疾病 包括糖尿病 或者異形糖尿病 或者抗胰島素的糖尿病 又有高血壓 亦都有癌症 而癌症最主要是引致其他問題 好像家庭問題 很多的經濟問題 以往都面對過不少的病人 回到香港 亦都看到很多病人 亦都有癌症 女性亦有乳癌 而男性亦有很多大腸癌 直腸癌等情況 而前列腺癌亦有很多 我又很奇怪 為何那麼多人有癌症 亦都跟醫生 找很多研究 看看他們為何會那麼痛苦 記得有一次 跟一個癌症的病人 去聊天的時候 他有吃到癌 說很辛苦 吃不到東西 他是一個挺有錢的病人 家裡有千多二千呎 亦都是一些大公司的老闆 跟他們聊天之後 發覺為何要睡在病床上 亦都是吃不到東西 要用插頭來灌輸營養素 我就問 是否平時吃煙 或者喝很多酒 發覺又不是 都吃得很健康 但是平時 就吃一些不是那麼 較為煙燻類的食物 亦都不是算得上健康的 長期這樣吃 沒有節制 就引致這個食道癌 只是一兩個食物 而令到他那麼痛苦 亦都是 將他們的身體去分析 評估 他們的酸鹼值 亦都是偏差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個其中癌症 評估他們有沒有癌症的風險 就是酸鹼值 究竟酸鹼值對咸症病人 或者對我們沒有癌症的病人 有什麼關係呢 第一 要知道我們身體是吸收不同的營養素 分別最主要有五大的營養素 第一是碳水化合物 第二是脂肪 第三是蛋白質 其餘的都是維生素 抗物質 我們吃了食物之後 究竟影響我們的酸鹼值 是哪些食物呢 而癌症大部份吃的食物 是酸性還是鹼性呢 有一次我都跟一班同學 去到一個健康的體驗營 都跟他們做一些測試 跟他們體驗一下 他們的身體是酸性還是鹼性 那些小朋友很開心 他們可以用口水、尿液 來測試酸鹼值 很簡單的一張試紙 叫同學用他們的口水去試驗一下 也是用小便 大家就拿著這張試紙去試一下 發覺有些小朋友 真的會有酸性的狀態 酸鹼值最主要是分14個數字 由0到14 7為之中性 14為之鹼性 換句話說 數字越低就越酸性 一個普通的人 也是健康的人 我們的身體應該是屬於鹼性的 大概大人是7.4 小朋友甚至乎嬰兒 就是7.2 大人、簡性 會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我們的人體 很多排毒的器官 也有很多細胞 我們的細胞和器官 一定要正常運作 特別是一些排毒的器官 包括我們的肝臟、腎臟、肺部、皮膚 甚至乎我們每個細胞 每個細胞膜 我們經過很多化學的程序 把有毒的物質排出體外 把好的東西留在身體內 我們的排毒器官一定要正常運作 我記得在美國的時候 去過一個洗腎中心 他們的排毒器官出了問題 就是沒有了腎臟 很多時候他們沒有了腎臟 要去洗腎中心 去接受一些治療 就是將他們的血液 有毒素的血液 經過一個洗腎機 將它過濾而排出體外 有時候我們的營養師跟他們聊聊天 因為他們每次洗腎都要五個小時 每個星期都要三天 當我們跟他們聊聊天的時候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的排毒器官、腎臟 是有腎臟結 不能夠正常運行 發覺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平時他們沒有腎臟結之前 他們很少喝水 亦都是吃很多大量酸性的食物 亦都是吃很多鹽、蠟這些食物 又跟他們聊聊天 他們很辛苦 每次洗完腎都很累 甚至乎有些是貧血 有些也是有酸鹼值不同的 亦都引致癌症 因為排毒器官不能夠正常運作 所以我們酸鹼值一定要保持著 偏鹼性7.4 那究竟怎樣才可以令我們的酸鹼值正常運行呢 上一次提到我們的同學 去到一個健康中心 驗這個小便、驗這個口水 發覺他們有些同學 都有少少酸性的狀態 大概6.9 而我身邊很多病人 癌症的病人 甚至乎是6 甚至乎5點幾 他們的排毒器官出了問題 有些癌症 甚至乎是直腸癌 乳癌 這些數字更加越來越低 呈酸性 他們平時都是比較大魚大肉 吃很多高飽和脂肪的食物 亦都很少吃菜 水果更加少之又少 其實根據我們的衛生署 甚至乎是WHO 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我們一天最少有5加3的水果和蔬菜 水果大概兩份 一份大概一個拳頭 或者一個網球那麼大 菜大概三份 一份大概一個拳頭那麼大的生菜 或者半個拳頭 半杯的熟菜 但是普遍這些酸性的一些身體的病人 甚至乎是同學 他們大部分吃的食物 都是屬於酸性的食物 即是換句話說 在肉類 而很少吃一些簡性的食物 即是蔬菜 水果 他們有時候 甚至乎吃很多零食 喝的飲品 也不是一些水分的飲品 有時候他們喝很多咖啡 早上喝兩至三杯咖啡 紅茶 上班的朋友 也很開心 喝很多酒精類的飲品 這些都屬於酸性的食物 如果是吃很多零食 含有大量的脂肪 特別是飽和脂肪 這些酸性的食物會慢慢被吸收 消化 經由血液進入我們的身體 因為屬於酸性 我們的肝臟會不斷地負荷 不斷地排毒 有些病人因為吃太多酸性的食物 而引致脂肪肝 脂肪肝 然後又會引致肝炎 肝炎如果再嚴重下去 就變成肝癌化 甚至乎肝癌 這些來源都是屬於酸性的食物 有些比較輕微的 吃很多酸性的食物 可能會尿酸過高 尿酸過高 也可能會引致痛風症 種種的食物 有酸性有簡性 怎樣分呢 其實很多研究或者科學家 都歸納在兩類 第一類酸性的食物 原來研究發現 酸性的食物 大部分的食物裡有一種物質 就是抗物質 有些比較硫磺性 鱗 綠 綠 這些是一些天然的抗物質 但是大量在肉類 動物製成品的食物 或者動物製成品的小食 這些食物去到我們的人體 鱗 綠 硫 硫磺 就經我們的人體消化吸收 而產生酸性 如果一次兩次沒有問題 可以經由我們的排毒器官 將它們消化 然後排出體外 幸好我們有肝臟 如果不是我們吃這些食物 一兩日已經 酸鹼值 跌到低的數字 引致很多疾病 甚至乎癌症 但是吃得太多過量 肝臟沒有辦法可以 維持著功能 將我們的酸性累積在身體 如果肝臟腎臟負荷太多了 工作不行了 會直接影響我們的細胞 細胞膜不能夠 將我們的酸鹼值平衡 而破壞我們的細胞 細胞已經被破壞 就會變成一些不乾淨 不健康的細胞 如果是慢慢去分裂 就變成腫瘤 如果腫瘤越來越多 就可能會擴散 所以一定要從小時候開始 從小朋友、家庭開始 吃一些簡性的食物 即是剛才所說的植物性類的食物 植物性的食物裡面 很多的礦物質是屬於簡性的 分別是甲、鈣、尾、蠟 這些天然的礦物質 是被歸納是簡性的食物 相反來說 剛才所說的 鱗、硫、硫、綠 這些食物就盡量避免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很多病人 因為很辛苦 平時吃很多肉類 很少吃水果蔬菜 而導致排毒器官受損 去到洗腎 甚至乎癌症 我們營養師會編制一個 簡性的餐單給他們 以植物為主的食物 大量吸收 剛才所說的甲質、鈣質、美質 以及很多的營養素 維持著他們的生命 亦都盡量將他們的酸簡直 是去到偏簡性的 相反來說 如果他們真的太過酸性 我們要盡量將他們的酸性拿走 將他們的動物 的膳食 甚至零食、飲品 盡量停一停 讓他們的排毒器官 暫時不會符合太大 而每個餐單 每一天最少要有三份的蔬菜 而深綠色蔬菜 就著重於簡性 就是甲質和鈣質 而我們的水果 分別有不同顏色的水果 吸收抗氧化 除了之外 將他們的酸簡直平衡 去到偏簡性之外 他們的抗氧化 亦都是抵抗這個癌症 另外將他們的血液 亦都是沖淡 將酸性排走 一種方法 就是將他們的身體的血液 淨化 首要的任務 就是將他們的血液 是會稀釋 怎樣稀釋 就是用大量的清水 清水入面 能夠將他們的血液 就沒有那麼濃 亦都將他們的 平時所喝的咖啡 奶茶 一些很少水份的飲品 暫時停一停 配合其他生活模式 將他們的排毒器官 提升他們的功能 一日要喝八杯清水 是最基本的 將他們的血液去稀釋 將身體內酸性的物質 將尿液排出體外 第二將水的細胞強化 甲質 鈣質 大量吸收 那些都是屬於深綠色的蔬菜 例如芥蘭 菜心 西蘭花 這些都會加入病人的餐單 至於洗腎的病人 就更加注意了 他們是需要一些特別的餐單 要控制蠟質 甚至乎是鈣質 甚至乎是鈣質 尾質 這些食物 就會更加要小心 至於有一些病人 是癌症的病人 他們怎樣可以繼續維持著他們的排毒器官呢 這需要跟一個團隊 包括醫生 護士 營養師 運動學家 以及很多深入的研究 血液的測試 而做一個療程 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 將它大量吸收 例如用一些叫做蔬菜汁 蔬菜汁在外國 甚至乎香港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飲品 很多時候癌症的病人 因為有吞煙困難 不能夠進食 也有些病人 是不能夠吸收 或者是消化 而引致他們營養不良 但是怎樣可以把癌症病人 即使牠排毒器官有問題 太過酸性 亦都不能夠吸收足夠的營養 怎樣可以幫助他們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一些 叫做semi-liquid diet 就是半流體的飲品 或者食物 癌症病人就是透過一些蔬菜汁 其他營養的飲品 將他們的身體維持著 但是他們又吃不到蔬菜水果 怎樣可以維持著呢 港安醫院就是用一種方法 是幫助他們的器官 是盡量健康改善 我們嘗試用一些水果蔬菜 將它打成汁 用一個慢磨機 將所有的維生素 剛才所說的簡性食物的營養素 集足起來 濃縮為一杯飲品 這些食物很容易讓病人消化和吸收 當然如果病人或者一些普通人 能夠進食 排毒器官沒有問題的 都建議吃一些水果蔬菜 因為他們水果蔬菜裡面 也有很多大量的纖維 這些膳食的纖維 也幫助他們腸臟健康 我們鼓勵他們吃一些蔬菜水果 但是有些人很不幸 吃不到東西吸收不到 排毒器官出問題 就需要一些半流質的食物 我在美國曾經幫助一個血癌的病人 他免疫系統是受到很大的傷害 他進食不到 每次都頭暈 也身體很虛弱 我嘗試用一些半流質的飲品 將水果蔬菜 用一個慢磨機 是將它做成一個果汁 蔬菜汁 平均一日飲4-5杯 每次都要即炸即飲 醫生下一個指令 我們又要將大量的紅蘿蔔 裡面的β-carotene 胡蘿蔔素濃縮 也將紅菜頭的營養素濃縮 但病人可能會對食物很抗拒 因為太過濃 所以我們會加入一些蘋果 將它的味道改善一下 也有些癌症病人因為有化療 他們的味覺出了問題 沒有胃口 我們營養師和廚師一個團隊 去設計一個半流質的餐單 平均一日飲4-5杯 亦都透過一些食物 將它打爛磨碎 將它吸收成為一個蛋白質的來源 亦都加入好的脂肪酸 澳米加三等等的食物和營養素 維持著生命 其實未必去到這麼極端 癌症病人需要這些半流質的膳食 我們普通人 特別是學生小朋友 從小開始都要培養一個酸鹼平衡的習慣 如果平時吃很多肉類的食物 動物的製成品 甚至乎很多零食 例如朱古力、糖果、雪糕 這些動物的製成品 可能間接已經大量吸收酸性的食物 大量吸收一些鱗質、硫磺、綠的食物 我們的身體慢慢累積 成為一個酸性 不知不覺 去到很生病的時候已經很遲了 所以鼓勵大家 從小開始培養一個健康正常的膳食 就是簡性的食物 簡單來說 一日平均要吃 二加三 兩份的水果 三份的蔬菜 平時喝八杯水 是清水 避免吃一些動物製成品的食物 飲品也以清水為主 間中可以喝一些蔬果汁 蔬果汁盡量以蔬菜為主 蔬菜最好用一個胡蘿蔔 Beta-carotene 因為很多坊間和研究都發現 胡蘿蔔素是成功抗癌的 而紅菜頭也可以選擇 也可以加青瓜、西芹這些簡性元素 如果想好喝一點可以加一片檸檬 或者蘋果 有些人問 檸檬是酸性 那蕭Sir你又說不要吃那麼多酸性? 其實 水果中有些食物是酸性的 但只不過是味道的酸性 當你吃了下肚子 人體消化和吸收 它會分解成一種簡性 所以不用擔心 即使檸檬的味道是酸性 但將人體分解消化後 亦屬於簡性 一杯果汁可以一天喝一杯 或者一個星期喝一至兩杯 將大量的簡性物質抗氧化 維生素和抗物質大量吸收 對我們的人體都有幫助 特別對我們的排毒器官 除了剛才所說 食物方面 是要吃一些簡性食物 飲品要簡性的飲品 避免吃酸性的食物和飲品 平時我們都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模式 例如運動 運動也是把我們排毒器官達至最高的 這個排毒器官就是我們的皮膚 即使我們平時大魚大肉 喝很多奶茶咖啡 一些動物製成品的零食 但是有些研究發現 即使他們吃了 有適當的運動 有排汗 原來我們身體經過皮膚排汗 也都將這些酸性 有毒的物質排出體外 另外將我們的細胞 器官 是改善我們的血液循環 將我們肺物 由腎臟 從尿液也都排出 所以做運動 也都可以補償我們平時飲食不健康的 一個元素 另外睡覺也很重要 我認識有些病人 因為工作關係 他們要看著股市 經常都要熬間看東西 沒有睡覺 有些還晚上不睡覺 看著外國的市場 日後又要看著香港 發覺一驗尿液 口水 甚至乎血液 他們的酸鹼值 是偏酸性的 因為不夠睡覺 呈現的酸鹼值 也是偏酸性的 所以我也鼓勵這些病人 除了食物 飲品 做運動之外 喝水 以及要睡得好 一個人長期不睡眠 身體也會酸性 最後一個給一個建議就是 早餐 有些研究發現 如果不吃早餐 身體也會呈現一個酸性 因為無氧狀態 沒有燃料去燃燒 所以我們會呈現一個酸性的程度 長期不吃早餐 也會導致酸性 希望這幾點會帶給大家 有一個重要的信息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有多謝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